1780年前后,秦氏三兄弟各自考取功名,在这里建造了秦氏大宅。 此后的两百多年里,后人不断建设修缮,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建筑规模。 这里就是老口村纳高坡,作为古代左右江汇合雍江后的第一个沿江古村落, 在雍江水路运输中有着重要地位。 新中国成立后,田汉、爱卿、陆地等文人骚客也曾经在此居住办公。 如今的纳高辉煌不再,幽静的村落只剩下安逸。 时光的雕刻随处可见,黄土房和青砖房相应成去, 也有一些因电影的拍摄需要而翻新休憩的房子。 一群憨态可惧的鸭子在幽幽的躲步, 也许是因为放养的原因,也不怕生人。 助力的大榕树是纳高一代又一代人日出而落的辛勤劳动最好的见证。 好了,就到这里吧,拜拜咯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